华联市、明运、明镇、明校等三个社区执行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行计划 推出多项与社区相关的活动 而其中一项就是针对社区青少年的样篮球下令仪 社区特地与四维高中合作 校方不仅提供室内篮球场 并由女篮教练指导篮球技巧 陪同社区的国高中学生一起放暑假 学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放地生肢进行运球 这是花莲市、明运、明镇、明校等三个社区 执行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计划 推出的多项与社区相关活动 而其中一项就是针对社区青少年所办理的样篮球下令营 我们四维高中近年来一直在积极的推展很多的体育活动 不管是篮球、棒球、足球各类的运动 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有一个很势性的发展 我们长期以来也会仔细的推展跟社区结合的活动 今天只是一环 我们另外还有长辈银华族的太极鼓 另外还有明镇的月光天使客户照顾的一个课程 那明镇社区另外也有银华族的合唱团 以及这个高关怀的送早餐 造友善环境是我们花园县政府 以及花园市公所一致的目标 四后上午市长威嘉仙也在市劳客长小子卫的陪同下 前往了思维高中关切夏令营的活动概况 并赠送运动饮料及水果要替学员们加油打气 在我们办理小旗舰活动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篮球暑旗营的部分 那特别要感谢市委高中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社区的孩子们 跟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能够结合起来 一起来做相关的训练 那我们也期盼未来社区有更多有趣的活动 我们花园市公所也会站在支持的角度 甚至补助的角度来协助我们社区做各项的发展 还有各个面向的一个支持 市委高中这次不仅提供室内篮球场 还有女篮教练指导学员篮球技巧 陪同社区的国高中生一起放暑假 让孩子们不必曝晒在烈日之下 也能专心的练习球技 而市长卫家先也感谢所有人夺防的努力 让学员们在暑假期间 能有个有益生心的健康活动 记者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